好,那么看一下啊,看一下我们在这里面啊,本来我们更新这个商品的库存呢,是在我们添加这个季度之后啊,就在这里面我们使用乐观锁的时候,为什么要把它提到前面呢啊,那么现在我们首先给大家看一下啊,假如说我把它提到这个,我把它放在这个后面啊,会出现一个什么情况啊,会出现一个什么情况,那么在这里面你注意一下啊,这个影响,首先我们给大家说一下啊,这个例子呢,假如说我们还是呢, 以我们,对吧,两个应货,同时买一件商品,但是库存量为三的时候啊,这种情况,你看见它会出现什么情况啊,那我们说,你两人你点完之后,你点另一个,是不是有一个第一次一定是不成功的,对吧,但是他前面是不是把这条记录往表里面加了一次,加了一次,你让他做尝试,他第二次成功了,他是不是又加了一次,哎,又加了一次,他成功了,他成功了,你表里面信息是不是重复了,是不是加两行,所以呢,在这边呢, 我们未来这个行的重复呢,你需要把这个更新呢,给他放到前面去啊,你放到前面去啊,你放到前面去,是不是,哎,我没更新成功,我就不往表里面加信息,他是不是不会重复了,对吧,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啊,把这个更新呢,要给他提到这个,添加记录的前面啊,就防止他,尝试的时候,这个内容呢,是重复的啊,重复的,OK啊, 那么这里是他,好,那么,然后呢,我们要给大家说的呢,就是在我们这个,你提交完订单之后,我们说这边呢,在我们前端有一个对应的这个GS,对吧,我们在这里面打印了一个创建成功,但是呢,其实他这里面呢,已经写好了一段代码, 那么这段代码呢,是我们提交订单成功之后啊,执行那段代码,就是在提交订单成功之后,我就可以呢,不要这个了,把它呢,删完,然后呢,放到我们的 这个里面,那么在这里面呢,你一点击提交订单之后,他其实干嘛呢,他其实呢,首先,你如果创建成功的话,他会给你弹出一个 哎,弹窗,写上一个 提交成功,然后呢,下面紧接着 三秒之后,跳转到一个页面,那么这个页面呢,我们呢,就可以呢,让他 去跳转到我们的这个,用户中心的 提交订单,页面啊,就是你再去 下单成功之后,我呢,就让你 跳转到这个用户中心的,提交订单的 页面啊,点开他,哪个页面呢,就是 这个页面,我就让他跳转到这个页面,那这个页面对应的地址呢,是 用的,所以我就可以在这里面写上一个 用的, 好的,好的,这是我们做的 这样一个东西啊,然后呢,我们重新呢,给大家下一个 订单,在我们下订单之前呢,我们先把我们上节课啊,测试的订单 都给他删了啊,好,那么在这里面 select select from from 这个 dfo 的 info啊,info,好,select select from dfo 的 故事啊,好,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要给大家说一下啊,你要清除这两个表面数据的时候,对吧,先删,下面这个表,再删,上面这个表啊,否则你就会给你报一个外界错误啊,比如说删上面的啊,delete啊, from我们的dfo 的 info啊,好,你删,是不是爆炸一个错误,对吧,为什么爆炸错误,你看一下啊,你这个表里面是不是,他使用了这个表里面主件,你把这个表里面清掉了,你,他是不是就没了,他有个外界约束啊,所以呢,他不能让你去先删上面这个啊,你要先把下面的表呢,给他清空,然后呢,再删了啊,delete啊,from我们的dfo的 故事啊,好 啊,写错了啊,写反了啊,from啊,不是from啊,from,ok,哎,这个删完了,对吧,删完之后再删,再回过来,再删我们的这个啊,delete啊,from,哎,这个时候这表里面一行数据都没有了,没有人使用我表里面主件,所以呢,我就可以把它删掉啊,dfo的,info啊,ok,哎,是不是就删完了,对吧,现在这两表,你一查两表呢,就是,都是空的啊,都是空的, 我们在这里面呢,哎,就可以呢,重新的去下一个订单啊,下一个订单,哎,在这里面呢,还是,哎,现在我们就只是一个账号了啊,去到我的购物车里面啊,再买一个商品,再找一个商品啊,再加一个商品过来,写上一个index啊,好,在这里面,再选一个商品,比如我选择他,哎,加入购物车,加一键,然后呢,去到我的购物车里面吧, 我现在呢,哎,要去买这两件商品,我点击去结算,点击选择这个支付方式,选择支付宝,点击这里面呢,提交,订单,哎,他就订单提交成功的吧,成功之后,那么,哎,三秒之后给你挑转到这个,用户中心的订单页面,对吧,我们用户中心的订单页面呢,你看他里面的内容呢,我们在做我们的用户模块的时候呢,只是呢,把这个页面显示他,他里面的内容呢,现在还没有,那么你仔细看, 看一下他上面需要的内容的信息啊,是不是订单的创建时间,订单的编号,订单的状态,对吧,这是他的一个时付,订单的总额,好,这里面是不是订单里面每一个商品的信息,包括他的一个小计,还有他的一个,哎,包括他的一个数目,还有他的一个小计啊,还有他一个小计,那么你像这一部分的话,我们呢,就需要把它显示出来,并且,你仔细看一下,除了这一部分信息之外,这个信息是不是还是分页显示的, 那么你获取第多少页的内容,你要不要告诉我页马,对吧,所以呢,我们这个地址呢,你需要做一个更改啊,你需要呢,在后面再加一个页马,再加一个页马啊,那么我们呢,紧接着就去改一下我们,user的这个,url啊,找到我们的这个user,找到他urls,在后面呢,order后面再去匹配一个页马,斜杠D,写上一个,加,对吧,起个名字, 万号,p,写上一个配置,代表一个,页马,那么在我对应的这个user,user的view里面呢,我就可以呢,去,哎,不,接收这个页马,找到我们呢,这里面呢,user的view,在这里面呢,看到我们,之前之前那句,获取用户的订单,信息,我在这里面呢,就可以呢,写上一个配置啊,那你注意,我们这个,补获之后,有两个地方,我们要改一下啊, 一个呢,是我们这个,base里面,有一个呢,我的订单,这边呢,你要给他加上一个对应的,参数,对吧,默认跳到第一,写上一个一,然后还有呢,用户中心里面呢,base user center里面,也有一个,也给他写上一个,一,啊,OK啊,把这两个改完之后,下面呢,回过头来,看一下我们这个视图里面,啊,要拿的这个内容啊,首先, 我们,需要呢,把这个用户的所有订单呢,给他,查出来,那么这一步的话啊,我首先,获取他的订单信息呢,我先拿到这个用户啊,user,等于我们的,request.user,然后呢,我就开始呢,去查这个用户下的所有订单,那么这个呢,就需要把我们这个订单,类呢,给他,导入过来啊,直接在我们这边,导入这个类,from我们的这个,order, 点,models啊,import我们的,order,info,还有这个order,goose啊,ordergoose,好,那么把这两个导入过来之后呢,下面我要查这个用户的订单的吧,哎,找到我们下面,我要查用户的这个订单,那么其实呢,这个信息呢,首先都在我们的这个order,info里面,我就可以查了啊,objects,点,filter,写上一个,用户,对吧,应该等于我这个,用户啊,查询我用户的所有, 订单,我就接一个值,叫做,order,ok,那么,然后呢,我现在查出来的就是一个,order,info,这样的一个查询集,但是呢,你仔细看一下我们这个页面,是不是还需要订单里面商品的信息,对吧,那么订单商品的信息在哪, 哎,订单商品表面,所以我是不是要去里面去查,对吧,我需要呢,去便利这个order,s啊,每便利的都是一个订单,哎,就是便利啊,便利,便利啊, 哎,获取订单商品的信息,其实呢,就是放,order,因为我们的这个,order,s啊,然后呢,再往下呢,这里边写上一个,order,哎,比如说叫order,sqs,等于什么呢,等于我们的这个,order, 故事,点objects,点,filter,filter,filter里面应该写什么呢,它里面的这个订单的,id,应该等于我这个order的订单id,对吧,哎,这里面就跟它关联的信息啊,等于这个,order的id,所以呢,我们在这里面清的是,根据,order,id,查询,订单,商品的,信息, 对吧,好,那么,这样查出来之后呢,你注意我们在这里,在我们在这里面呢,你的每一个呢,这是一个查询题,你便利出来每一个内容呢,都是一个order,goose,对吧,在order,goose里面呢,包含这么几个属性,首先,第一个是这个,counter,第二个是这个price,对吧, 但是呢,我们页面上还需要一个地方,叫做它的一个,小计,你现在有这个价格,有这个,数量,你要计算它的,小计,好,那么这一步怎么做呢,我们呢,就可以呢,去,找到我们的,you know,views啊,我要,我可以呢,去便利,计算它每一个,小计啊,哎,便利,便利什么呢,order,sqs,计算,商品的,小计,好,这个呢,其实呢,小计啊, 然后呢,for,我们的order,sq,因我们的order,sq,s,对吧,然后呢,计算小计,我计算小计,那么,这个order,sq里面呢,它有这个,counter,是它的一个,数量,然后呢,还有它的一个价格,叫做order,sq的price啊,哎,因为我们每一个order,sq都是这个类的对象,对吧,它里面就有两个内容啊,一个呢,是这个,数量, 一个是价格,所以呢,我就可以计算出这个,小计啊,好,计算出这个小计之后,那么这个小计是跟这个对象关联的,对吧,我怎么把它保存起来,好,哎,对吧,动态啊,动态,哎,动态啊,我们在这里面,动态,哎,给这个,order,sq,增加, 属性,哎,amount,那么,保存,订单,商品的,小计,对吧,哎,帮定单,商品的小计,叫做order,sq,dm,amount,等于我们的,amount啊,好,那么,这这个啊,然后最终我们便利完之后,是这个,跟这个订单,对吧,这个订单里面的,这个,所有商品的小计,是不是都计算出来了,对吧, 然后呢,就呀,除了这个东西之外,我们说,这个订单商品信息的这个长计题,是不是跟order相关的,那你也要把它保存起来,怎么做,好,那么这个啊,其实呢,这个order,sqs,是跟这个order对象相关的啊,我们要把它保存起来,跟里面一样,现在也是动态的增加,属性啊,哎,动态,哎,给这个,order,增加,属性,保存订单商品的,信息, 保存,订单商品的,信息,好,这个呢,其实在我们这里面啊,直接就保存订单商品的信息,在这里面呢,就是,order,s,order,点,order,sq,s,就应该等于我们查出来这个,order,sq,s啊,好,那么最终,我们便利完之后,我们需要的这些信息,哎,是不是都在这上面了,哎,然后呢,注意啊,这里面是不是,你这个, 总价格,你是不是在你的这个,order里面是有的,order里面啊,看到找到order模型类啊,找到order模型类这边是不是有,total price,对吧,所以它是有的啊,那这部分呢,我们便利完之后啊,这个数据呢,你都在这个order里面啊,你都拿到了啊,都在order里面,最终呢,我下面呢,再看一下啊,当我们查出来这些数据之后,我们说呢, 因为呢,我们这边有一个分页,对吧,所以呢,我们需要呢,去进行分页啊,分页,分页谁呢,我要对,其实呢,就是对这个,order,s呢,进行分页啊,导入我们的分页类,直接呢,还是,跟我们之前一样,from我们的,jango.com,点pager,nator,import我们的pager,nator, 啊,然后再往下,对吧,分页的话,直接呢,就是,pager,nator啊,等于我们的,pager,nator,然后呢,对order,s进行分页,每页呢,比如说先是一条,就写一个一,对吧,哎,那么最终我有这样一个对象,下面呢,我的目的呢,就是获取第2页的内容,这个页码呢,已经通过这里面传过来了,对吧,但是呢,我要判断一下,它合不合法,跟我们之前一样啊,处理这个页码啊,处理我们的页码,那么这个处理页码的话,将我们列表页, 有啊,找到我们的,列表页,goose的,vios,找到这个列表页,首先这里面有一个页码的判断,对吧,先去判断这个是不是整处,再去判断这个大不大于分页之后的,总页手啊,在大不大于分页之后总页手,然后再往下呢,是不是获取第多少页的内容,再进行一个页码的控制,其实这个里面呢,是,一样的啊,你只需要在这边,把拿过来,改一下啊,处理这个页码,对吧,哎,如果呢,不是数字, 转换成一个一,取第一页,那么,否则这里面呢,如果大于总页数,也是第一页,对吧,然后呢,下面开始取它的内容,好,取完之后呢,页码的控制,我们在这边改一下啊,这个呢,我们因为取的是olders里面内容,所以我给它改成一个older page啊,older page,OK,那么 然后呢,再往下是我们的页码的控制,最终有一个pages一个页码,对吧,最多显示五个页码,好,把这些信息拿到之后,下面呢,哎,开始呢,去 组织 上下文,哎,组织上下文啊,那么这组织上文区呢,就是contest啊,等于我们的这个 传的信息,哎,这个pages对象,你要给它传过去啊,写上一个older page,等于我们的这个older page啊,然后再往下,页码的列表,叫做pages,所以呢,这个也要给它 传过去,叫做pages啊,然后再往下,这里面呢,还有我们之前全传的这个参数,对吧,这个参数,这个参数传的呢,其实呢,就是告诉我们显示的是用户中心的哪一个页面啊,所以呢,这边呢,把这个参数呢,也给它 拿过来,好,拿过来之后,我在这里面呢,最终我对它呢,实现一个 传参,对吧,这里面呢,就是我们这里面呢,去使用 模板啊,使用模板啊,OK,那么,把这个写完之后,对吧,这我们的 用户中心的这个,订单页面的试图,就写完了啊,写完了之后,你就可以呢,去显示这个 订单,页面啊,找到这个,user center order,好,在这里面,首先看一下啊,点开这里面 是这个ul,这里面是table,然后呢,这又一个ul,对吧,又一个table啊 其实呢,下面这个是重复的啊,你只需要呢,去 留上面这一个,然后呢,开始呢,进行便利 好,便利,我们传过来配件对象 for,order,因为我们的 order,page,就是我们刚刚传过来的 order,page啊,便利这个配件对象,拿出每一个内容 所以呢,在这边,写上一个 underfor,啊,那么如果这里面,对吧 订单创建时间,直接写上一个 order,order.create,time啊,create time 然后这边订单编号,对吧 order.order.id,好,支付的状态 order.order.status啊,里面有个内容叫做order.order.status啊 然后再往下,好,那么就像这一步呢,是订单里面的商品的信息 每一个都是一个,所以呢,我留一个,然后我开始便利 便利,便利谁呢,便利啊,for,order.sq 那么,因我们的order里面有一个,order.sq s啊,就是我们在这边动态给它增加的一个对象 叫做order.sq s啊,那么在这边便利的时候呢,其实呢,这边呢,有一个对应的结尾 nfor啊,那么我拿出来每一个都是order.goose的对象 我要显示这个商,里面的商品的图片 那么就是order.sq 跟它关联的这个商品呢 你就去它的model里面,是不是点它的sq 所以呢,你这边就可以呢,去 点 sq.image.ur l,好,下面的这一部分,对吧 继续,order.order.sq sq.name 好,那你至于像这个价格的话,在我们的这个模型类里面呢,直接记录的这个价格 所以呢,你可以呢,直接呢,在这边 order.sq.price 好,再往下这个单位,对吧 你需要呢,去商品里面拿就是order.sq.sq.unite inite,inite啊,好,那么 然后再往下这里面呢,是用户 买这个商品,买了多少件 order.con啊 然后,小G 小,哎,写错了啊,order.sq啊 order.sq,然后再往下这里面呢 小G,对吧,小G的话是 order.sq.点 动态增加了一个属性,叫做 amount啊,这个是在我们这里面 在这边增加的啊,你看到啊 amount,所以呢 然后呢,这个便利玩招,这边是不是有它的一个 总金额,对吧 多少钱 那么,我们在这里面呢 比如说啊,我在这里面呢 我就可以呢,写上一个啊 order.sq.unite total andrea,order.sq.unite 这个order呢,因为它是这个类的对象 在这个类的对象里面呢,有一个 total price,对吧 有一个total price啊 那么,然后呢,注意啊 在这边呢,比如说我要显示出它的总金额 我要让这个total price加上这个 运费啊,就一共多少钱 那我就可以在这里面呢 在我们这个yieldsq.unite order这边,然后呢,我使用一个过滤区啊 这个过滤区呢,叫做 i的啊,加法 加谁呢,加上我们的order里面的这个 transit price 好,后面呢,我可以呢,给大家写上一个内容 写上一个括号,写上一个 寒,寒运费 还有啊,寒运费 寒运费 那么这个运费是多少呢 在这里面给它显示一下啊 order.transit apprise 我在这里面就是直接把这个东西给它加 然后呢,这里面呢,还有一个这个对应的 状态 order.order status status ok,然后至于下面这一页码呢,一样的啊 判断 if order 配价 配价 has pervice 配价 haspervice 配价 这里面呢,就说明有这个上一页啊 那么至于 下一页的话,你在这里面呢,把这个对应呢,给它改掉 给它改成这个 next啊,改成我们的 next 好,has我们的 next 配价 然后呢,这里面写上一个 and if啊 好,那么 这这两个,你像中间这个页码呢,我们已经传过来页码列表了 for pindex 因我们的 pages啊 留一 留两 然后呢,写上一个 and for 吧,中间 如果是当前页的话,现在做一个判断 if pindex 等于等于 order pages d number啊 然后 else 不是当前页 else else啊 好,这里面呢,写上一个 and if啊 and if OK 那么,然后呢,你在这边找到它的时候,对吧 这个链接你就可以写了啊 反正解析一下 UIL U在里面的这个 order 好,传一个页码 那么这个呢,其实呢,就 order pages order pages 点 pages pages nummer pages nummer 好,下一页页码,对吧 只需要把它改掉,把这个链接拿过来 然后呢,放到这里面呢,做一个稍微的做一个更改,把这个改成 next next OK,像中间的这两个呢,也是这样的改 改完它 那么改成对应的这个 index啊 所以呢,这边写上一个pindex 好,把它加上 然后呢,这里面 也改 写上一个pindex啊 中间这一部分呢,就是我们的pindex啊 pindex啊 好,这边呢,也是我们的这个pindex啊 OK 那么这是我们这个页码,对吧 哎,我们这个页码啊 然后呢,这一部分呢,我们在这里面呢,我们就可以呢,去 看一下这个页面啊 在后面呢,我要显示这个 页码啊 所以呢,我要加上一个页码,写上一个 回车,哎,这边是不是这个订单 对吧 然后呢,你看一下这个订单,我们现在只有一个订单 这是它的时间,这是它的一个编号,对吧 但这一部分的话,你看到订单状态是,一对吧 然后你注意啊,看一下我们的这个页面啊 127.0.0.1,下面呢,有一个 delic啊 你看一下这个订单页面,这里面是不是未支付 还有这个,这种状态,对吧 所以呢,这一部分怎么做呢 你注意啊,我们现在是一个数字啊 那么我们怎么去拿这个东西啊 我们可以在我们的models里面 定一个对应的字典啊 把它定一个字典啊 定一个old的对应的字典 叫做old status,然后呢 里面这个字典里面,我就可以写内容了 在我们这边呢,把它改造一下啊 好,那么 一对应的就是我们这个 贷支付,对吧 然后呢 二呢,就对应着我们这个 贷付款,所以贷发货啊 所以我在这边给它改造一下 给它改成一个对应的字典 然后呢,写上一个 三,对应的就是 他啊 OK,那么 然后再往下呢 这个 四,对应的就是我们这个 带评价 好,五 已完成 五啊 已完成 好,那么这这个啊 我们定义完这个字典之后 对吧 定义完这个字典之后呢 这个字典的每一个数字呢 就对应一种一种状态啊 那么在我查的时候呢 在我这边去查的时候 我是不是有这个 它里面呢 有一个叫做 Oder Status Oder Status 这里面呢 就是它的一个数字啊 就一个数字 Oder Status 那么关于这个 Oder Status的话 是吧 我们说 Oder Info里面有一个字典 这个字典呢 叫做我们的 Oder Info 点 Oder Status 我根据这个数字 是不是对应 取出对应的标题 是吧 取出对应的值啊 就是它的一个标题 然后呢 我把它复制给我们 Oder的一个属性 叫做Status Name 好 动态的增加一个属性啊 给O 动态给Oder增加属性 叫Status 保存 定 表存订单的一个 状态啊 保存订单状态 这样一个标题 订单状态 标题 OK 那么这样的话 在我们这个 里面去显示的时候呢 我要显示谁呢 我只需要呢 在我们这边写上一个 Status Name啊 Status Name 好 这个呢 也写上一个Status Name啊 找到我们这边 哎 我也给它改成这个 Status Name 好 哎 这是我们这个啊 然后在这边呢 我就可以呢 去做这样一个的 刷新 哎 看到 是不是带支付 是吧 哎 这就带支付啊 这里面呢 我们最终 对吧 加90 对吧 总价格是100 韩运费呢 10 啊 韩运费10啊 OK 那么这是我们这个 用户中心订单页面的一个 显示啊 一个显示 那么关于这个订单页面显示呢 我比如说 我再去买一个商品 我再去买几个商品啊 找他再下一个订单 找到我们这里面 比如找一个他 对吧 买两件 然后呢 点击这里面的 我的购物车 点击去结算 好选择好我们的收购地址 支付方式 在这里面呢 点击提交订单 好 提交订单成功 对吧 那么成功之后 他跳转这个地址 是不是没写 对对吧 我们应该呢 去跳转到第一页啊 跳转到第一页 那么这个呢 找到我们的提交订单页面 在后面呢 再给他加一个 一 好 这样的话 我们在这边去访问一下 这个东西啊 访问第一页 那你看一下 这个第一页 这个订单 是不是我之前下的 这个才是我后面下的 对吧 那我呢 显示第一页的 或者我就把我最新的订单呢 给他放在前面啊 那么这个怎么做呢 其实呢 就在user view里面 我去查这个信息的时候呢 我对他进行一个排序啊 order by 然后呢 写上一个create time 对吧 从高到低 往下排啊 那么这样的话 你在这边 你去刷新 是不是就是一个 就他在前面 他在后面 对吧 OK啊 那么这里面呢 就是我们这个 用户中心订单页面啊 他的一个显示啊 他的一个显示